左侧站台,左侧停车,出站信号,站内停车 画面中的人名叫徐维军,今年49岁,是武汉高速铁路职业技能训练段动车组司机教研室主任 他还有个更通俗的名头,高铁驾校教官 在中国高铁建设起步阶段,他作为留学生到国外学技术 而现在,他带领的团队已经培养了800余名海外高铁人才 从刘洋学生到中国教官,徐维军见证了中国高铁的发展 我们自己的标准体系是非常完善的,无论是设备,管理 还是我们现在的整个运营,还有我们的培训 整个已经形成了完善的,完整的体系化的标准 那么这个标准事实上在随着我们中国高铁走出去 这些标准都会向我们其他国家进行推广 10月24日,在武汉高速铁路职业技能训练段的仿真实训室里 八位来自泰国的学员正观摩学习徐维军的操作 来自泰国苏勒他尼技术学院的学员张灵飞兴奋地告诉记者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动车组的驾驶室,希望在中国学有所成 看着这些外籍学员兴奋的样子,徐维军坦言,似乎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2005年,作为中国铁路第一批动车组司机,徐维军远赴瑞典学习动车驾驶技术 回忆起那时的种种困难,徐维军记忆犹新 十多年过去,中国铁路的最快速度刷新为每小时350公里 而以徐维军为代表的高铁技能人才,也纷纷从留洋学生转型为中国教官 徐维军称,武汉高速铁路职业技能训练段作为全国规模最大 功能最全的高铁人才培养机构,开设的所有课程均从实际出发 我们开发的系列课程都是跟现场密切联系起来的 我们所有的课程里面都会衔接现场的一些案例 那么让我们自己能感受到我们所有的理论 只是跟现场是密切联系起来的 近年来,来自泰国、老挝等28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铁路高管人员 来到武汉高速铁路职业技能训练段参观 学习交流和培训 屈威军称,在传授高铁技能的同时 加强了中外合作交流 扩大了高铁技术标准、管理标准、职业标准等 中国标准的国际影响力,助力中国高铁走出去 目前随着我们这个自动驾驶,也就是智能铁路的发展 智能驾驶会越来越普及 那么智能驾驶以后 我们中国高铁司机 他也要考虑我们如何改变我们的岗位定位的问题 我也希望他们能够越走越远,越走越好